为了关怀弱势学童 由一群南投在地企业组成的 宋爱到偏乡关怀列车物资益主团队 日前来到果信乡 关怀北山娱乐以及福归三所国小的学童 北山国小校长陈贵珍说 感谢他们的抛砖引玉 未来让更多人能够关怀偏乡的孩童 为了关怀偏乡学童 由一群业者组成的偏乡一组团队 来到国信乡北山国小 进行爱心关怀活动 除了准备许多美食之外 也结合意见 慧爱朗读 说故事等活动 希望让北山国小 娱乐国小及福归国小的小朋友 能够感受到社会的关怀 我们今天是结合了桥头肉丸 还有一宗豪大鸡排 一宗嘟嘟茶行 还有全义珍萝卜糕 还有爆浆红豆饼 那我们这次好多朋友来共享盛举 那我们提供的物资 有奶粉 还有保酒乳 牙膏牙刷 饼干 铅笔盒 那我们除了说 希望大家的爱心提供这些东西 就是希望说 小朋友平常也要注重保健 牙齿要刷干净 然后呢 奶粉 保酒乳 提供他们的一些营养 北三国小校长陈桂珍 感谢义竹团队能够关怀偏向孩童 也希望小朋友能够借此 学到感恩习福 并且能够主动关怀帮助别人 让爱心能够传递下去 我们这次办得更多元了 除了一煮一煎之外 还有早上的 为爱朗读说故事活动 那这些活动呢 都是志工们 他们一起来共襄盛举 那对我们学校的小朋友 还有娱乐国小 跟福徽国小的孩子 是一个很不一样 很特别 很欢乐 而且别具意义的 我们是希望能够推广 父母亲子共读 因为现在动不动就拿3C 平板给孩子 所以我们是希望能够推广 父母亲抱着孩子 为他说故事 那个感觉 艺检团队蔡宝拉表示 长期以来就一直有参与 偏向艺检的活动 这是能够来到国境乡 是希望用自己的专业 为偏向学童尽一份心力 服务这一群小朋友 或者是他们老师那些 我也会很开心 尤其是偏向最需要的 我还很希望可以到 其他的地方的偏向 更偏伤 有机会一定要帮助别人 其实不是等到以后 是从今天这一刻开始 就可以帮助身边 所有的同学 所有的朋友 我想这是一个孩子 最好的学习 这次的活动 集合偏向益主 益检团队 以及为爱朗读团队等等 就是希望借由他们的抛转引运 让更多人关怀偏向学童 帮助他们快乐学习成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